下面 上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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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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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见上面 下 张亮莹有没有考虑这个唱儿优则演呢 没有 为什么呢 我不擅长 不擅长 不擅长的事情就做不好了 做不好就不要浪费精力了 那就是我对自己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信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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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觉得自己演不好 有没有 今天见他了吗 我只是红地毯之前他在我前面的前面 但是走过去就没有看到人了 我应该过两天就不在北京 我现在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了 为什么呢 就是之前都没有再联系过了吗 就没有联络了吗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说作为艺人 大家每天都在忙不同的事情 很难凑到在一个城市 好像慢慢的慢慢的就是碰到了 大家还是聊天 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平时的话可能每一个人 这个时间很难有闲下来打电话 报电话周的时间 有没有想过去看那个《数月围城》 我有想过 只要是有时间 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 有时间我可能一次性看个两三场电影都会 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最近看什么电影 最近啊 2012 嗯 熊猫大侠 都好早了 因为最近一直没有时间 那你自己的专长怎么办 嗯 明年年初吧 嗯 一二月份 快完了 因为之前听说你和周比善还有时候发短信啊 打电话 然后是完全没有李宇春的联系方式吗 我现在连BB的电话也没有了 因为我那个电话 现在我完全 我以前那个电话坏掉了 我所有的电话 我现在总共我的电话上面存的电话不超过 不超过15个 对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那你自己歌唱什么会开啊 嗯 再等等吧 因为之前想的也是说等专辑出来 本来想是跟专辑一块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很成熟 所以我还是想这一次就等到宣传结束之后 再来做演唱会的事情 接下来有没有 比如说什么电影啊主题曲的这种邀约啊 因为你电影主题曲唱的也挺多的嘛 然后很受欢迎 嗯 有 但是 还早咧 今天现场有你喜欢的歌手吗 好多哦 今天也看到结论有在现场啊 然后我在后台跟着他唱道相 啊 你跟他一起唱吗 对 因为他不是在台上说 你跟我一起唱吗 你算是他的一个粉丝吗 我觉得算吧 我很欣赏他的创作 而且最早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叫《以父之名》 我觉得不管是编曲还是从创作的角度都非常有特点 非常新银 能跟我们哼唱两句道相吗 以父之名吗 反而我不能确保完全最正确的 啊啊 有没有跟杰伦有碰到面吗 有没有聊一聊什么的 没有啊 刚刚就在台上了 然后下来 我就准备上台唱歌了 是不是其实就是现在也很难就是见到他 像各种各样的颁奖什么的 呃 我好像之前见到他一次是 上上次的金像奖 就是去表演那个 烟烟那首歌的那一次 在后台我碰到他 然后今天是第二次 有没有跟他说过你很喜欢他的歌呀 没有 为什么没有见面的时候没有提及过什么 我觉得喜欢歌就好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你和丽红和上的名字 非常好听了 你们两个什么党餐 谢谢你 你的一次上邀传来做加丁红 看机会 我是非常希望啊 因为像丽红也是很忙的艺人 就像丁红平时 除了有合作之后 好像都很少有机会联系 然后有一些地方碰上 比如说演出啊 都碰上在一块儿 然后会 呃 发短信问候一下 或者是 过年过节 啊 就是 我觉得艺人 就是因为当机很难对得上 所以很少会有很多的交流 我觉得我也很希望能够现场唱一次另一个天堂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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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